如果你是住屋邨的話,你肯定知道 通常那個商場樓下會有一些設計的 不過其實香港也沒有什麼好家事,說實話 我是沒有,我都看不到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沒有說很漂亮 正常上我覺得很可怕的,有典牙feel 或者是怎樣的都沒有,全部都是很噁心 有些是磨燈的,我就覺得很噁心,不得了 不知怎樣的,那些蜥櫃,歪來歪去,不知為何是這樣的 現在是很流行的,香港的設計是怎樣的 就是電視,放電視後面的牆上就放了兩條東西 兩條東西呢,就是兩個假的東西 永遠就不能整整齊齊,一定是要一左一右一些不對稱 類似的,你知不知道我說哪些,肯定有 你們肯定去過別人家,有沒有見過 又說現在的傢俱對你來說已經夠了 現在的傢俱來的,你知不知道 現在就出名是便宜 簡約最正的,香港就是沒有這些簡約的傢俱 有些都有簡約的,但總之不漂亮 那些顏色呢,你看看那些木色 有些木呢,很噁心,淺淺的,不知怎樣的 我想你知道我說哪一隻,很噁心,噁心得不得了 你看鬼佬一定不用這些,鬼佬那些木呢,很漂亮 美國佬那些全部漂亮的,你看美劇那些傢俬 那些傢俬,住在那些什麼,阿柏民那些 就算是最兜貓,什麼黑人區的家屬 都比香港的多,我經常說真的 香港的家屬,真是超雲 一來那些料由私用,什麼謝渣板 謝渣板,很多都是用謝渣板 一些智慧東西,用爛鬼東西 不是用一些實木來做 自然拿一塊智慧的實木都好 他就用謝渣板,一來已經,謝渣板已經很噁心 二來是連那些紙,謝渣板通常就會連一些紙 連一些木的貼紙,即是扮木 但是不得了那些貼紙,可能是便宜的 就是我說的那些淺色那些,極噁心 極到醜 那些鬼呢,大大舊舊,沒有 大大舊舊,不會很拼合得很漂亮 很威脅,香港已經很壁,你那些傢俬又 真是當鬼,不知道是否照顧鬼佬那些東西 然後就很逼 那個廳已經擺幾個櫃,已經逼得走都沒有 都沒有定期啊,我覺得很差 完全沒有,立刻成立一個新的傢俬 但是潮傢俬立刻全部蓋檔 我告訴你,立刻贏 現在傢俬最賺錢,你知不是傢俬 還是那個餐廳的整個 為什麼現在可以做到這麼大的 因為有啊,餐廳 最多人去吃蝦,那些幹部 有些反問,用實木就不環保 你知不是傢俠版也是 傢俠版也是用木出來的 你知不知 傢俠版也是用木 就是用人不要木頭、木尾 堆在一起壓下去 你知不知 你知不知 人家的木碎,賣淨傘 你知不知 你說環保,實木用很多年 沒有人叫你馬上扔的 你真厲害 你實木是長久的 你那些什麼酸枝木 那些更厲害 你知不知 用幾百年 我有個朋友,Facebook貼了 不知道他媽媽睡的床 很漂亮,那些木靚真的不貼很久 那些舊式家事 你說用一百年 你說還不環保 你說,當然是環保 相反,你用一些智能 用兩種就爛 那些更壞 我告訴你 你用這些傢俠版 說真的還不環保 很容易爛 用幾年就要扔 廢了 垃圾 用好的東西 一用就用百多年 用了一個酸 這次好 還有有蟲 你知道嗎? 借渣版很容易 一隻二隻 擠東西 你拿一些漂亮的木 那些蟲 也不知 剛剛有位兄弟說 他是酸枝木 很貴的 什麼花梨木 酸枝木 現在都已經很 稀有木材 都應該沒有 有沒有自己 訂木頭回來自行研製 可能有 不知道 你應該可以試試自己這樣做 我覺得現在 香港就要搞這些 你經常買那些 我就是說 你買到那些 看到那些傢俠 就帶牛龜 一來又用 借渣版 cheap 我找我設計 我幫你設計 之後 你們自己找木頭 這樣就最好了 這樣就最好了 香港現在 你不可以 除非你自己種一棵樹 你種孫子 如果你在大嶼山 我打個比喻 那些木頭漂亮 你如果砍是犯法的 非法撼伏 我提點大家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情 之前就有人 不知道砍什麼 沉香網 偷砍上大陸賣 到現在都沒有抓到 香港政府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沒有抓到人 到現在 人家已經賣 可能已經賺了幾百個 你那樣來 在大陸做土皇帝 然後做了神仙 我們那些樹木就被人砍了 為什麼香港政府 留著那些木頭 不讓香港人拿來賣 賺錢 就被非法入境者 進來砍了 我想問那個原因 那個道理在哪裡 因為你自己 自己開發 自己撼伏 為何你又不讓人 來自市民 或者農民 或者木工 自己去做 做開發 撼這些 沉香樹 賺錢 但就被人 非法入境者 那些劈了 又不抓 又說香港人 不懂火 又懂 你就可以這樣說 你現在知道香港有什麼漂亮的資源 以前香港也有石礦場 我不知道有鑽石 我亂說 我不知道 香港以前 什麼沙基灣 有礦場 不知道採什麼礦 當然是鑽石山 你說香港有鑽石 當然 你又不知道 你們又不理 之後 以後 將來有人 非法入境者 又進來採礦 採走完 之後 哇 有人非法 什麼採礦 然後 整個單 有什麼報紙 之後 人家已經賺到開心 已經賺到盆滿盆滿盆滿 又走人 之後 你們才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抓 說真的 人家走了 混了木 等你來抓 一早就放了 又沒有記認 你會不會有記認 咦 這個沉香樹 我會認得 你認得 你認得 有沒有標記 有標記 就把那部分刺掉 之後再去賣 你怎麼知道 你看 鑽石山真的有鑽石 好像以前傳聞說 什麼飛機撞下去 有鑽石 好像就是這樣 所以就叫 鑽石山 香港是在超級火山口之上 很多礦物 又不是 香港有火山嗎 我好像又未 我好像沒有這個印象 我不肯定 實木 種了幾多年才有一棵樹 那麼多需求人們動不動 就要設計新傢俱 反問那麼多人喜歡酸枝木傢俱 哪有那麼多實木傢俱 但是鬼佬有很多 你可以用幾百年 沒有人叫你射門 大哥 適可而止 木材 石油也是會用完 如果你這麼說 全部都不用用 這些就是要適可而止 木又可以種 現在是有規劃的 例如我那時候讀地 用樹 這棵樹就砍四分之一 拿來用這樣 現在它會再生 你是這樣 要等那個周期 等那些羽林 那些樹 可以自己有成長 沒有人叫你殺雞 除了一下 砍掉全部木 當然有些神經病人會這樣做 酸枝那些 酸枝那些 酸枝不知是否差點絕種 都是類似的 就是這樣 靚的木就是這樣 你要控制 這些要用法律 或者點點點來操控 你就可以做到 刺渣版真的不是好東西 說真的 一定是 這些是家屬 要是你用的好一點 或者想想其他 什麼碳籤 還是什麼 鬼東西 而且鬼佬每個人都用 你不用 鬼佬每個人都自己 偷用 美國人全部都用 神木家屍 沒見過他們用的 自渣版 全部都是用這些 好的 我剛剛就是說自彈 你看美劇那些窮人 黑人區 哈林區 那些 那些傢俬都超過好 又說不識貨 那些人當什麼 什麼 什麼 這樣丟,現在就是教育你們,有些事情是神木,要記住神木家事,真是好東西